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上週抵台後 頻繁與科技業大佬會面 週日在台大演講 也秀出43間供應商與客戶名單 其中18家公司今早一度漲停 TVS看板人物主持人方念華 獨家專訪黃仁勳 他表示台灣高科技產業鏈 是回答不可或缺的夥伴 除了這些代表台灣的科技大廠 黃仁勳當然沒忘記 回答和護國神山台積電 共存共融的關係 正因為有台積電在內的高科技產業鏈 讓黃仁勳決定在台灣成立AI研發中心 同時黃仁勳也表示 未來五年內會打將擴大招募 台灣的專業人才 這次回台灣黃仁勳幾乎天天到台北 各大夜市報到 甚至還帶上科技大佬同行 難免引起外界好奇 黃仁勳表示 小時候父母常常帶他逛夜市 留下美好回憶 加上美食當前 AI教父也不想錯過 以行動支持台灣攤商 帶給更多人一點快樂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可以看最完整的新聞 今天請按下 報告 平均 來 準備